救伤站診療台上 有准被戴上陰帽 目的让他闭上眼睛 安定神经 这次有准5月初 因为撞上名家玻璃 被送来救治 这次运气还好 他可能是比较轻度的 就是他撞击之后 他可能内出血状况 没有到太严重 他有办法自己的 慢慢的去恢复 如果真的到非常非常严重 比如说颅内出血 或是脊椎骨折的话 那其实几乎我们 也是没有办法去救治的 现代都市 透明玻璃被大量使用 这些都可能成为 鸟类死亡陷阱 目前推估 台湾每年因创杀伤亡的 禽鸟数可高达数百万 那我们现在是 根据韩国他们做实验的推测 假定上面一年一栋 一只鸟的话 以台湾的建筑量 应该是800万左右 但是就像我们实际经验 昨天在台大校园里面 一栋就撞了两只 所以实际数字应该是更高的 这一代都是 研究员从实验室冰箱 取出一整袋创杀死亡的禽鸟 种类多到惊人 这些都是鸟消杀 对 那可以看到说有像绿灸 白头翁 甚至是凤头苍蝇松雀蝇 这种老鹰 那也有红嘴黑杯 这一只是昨天死的 那像这只是外伤比较明显的 可以看到它的嘴前面这边 是撞到硬的物体 然后折断的这个痕迹 大致来说 这些撞窗的鸟 它其实整体来看 你都会觉得它蛮完整的 就是如果没有经验的人的话 其实看到 可能会觉得它 它怎么就在地上 会不知道说 它其实在体内 已经有很严重的 比如说像内出血 或是颅内出血这个状况 鸟类视力远比人类来得好 但它们无法分辨玻璃的存在 一旦飞蒲状上 几乎都是送命 这边就是昨天 有一只红嘴黑杯撞到的位置 研究人员建议 如果能在玻璃上 假装障碍物 或是贴上贴纸 都能有效防止重杀遗憾 那我这边就是 按照五层一时的原则做布置 那五层一时 它所围出来的这个空间 鸟就算想挤 它都挤不过去 那鸟就会认为 这边是障碍物 那是障碍物 它就不会过来 不会过来就不会撞 生活中的一个小改变 可能就足以挽救 上百万的小生命 大爱新闻 杨牙引 梁家明 台北报导 酷之一 是障碍物 这边是障碍物 是障碍物 都可以采取